2018年的體壇爆出了不少新記錄和大暴冷 我國竟然的表現也讓我們有不少的驚喜 世界盃的冠軍魔咒依舊存在 實力超群的德國 未能夠在本屆世界盃尝近甜頭 竟然在小組賽排在榜尾提早結束征途 我國羽潭一哥李宗偉也患上了鼻咽癌 暫時休戰 讓羽毛球賽場缺少了一股老將的奮鬥精神 但是18歲的吳錦薇在青年大賽拿下世界冠軍 至少為我國羽毛球界燃起了新希望 那今天的《輝別2018》系列專題回顧第二篇 一起去看看2018年國際體壇發生的大小事 以及本台為您整理的三大值得鼓勵的我國運動員 今年最大的體育賽事就是世界盃了 那麼世界盃又有什麼亮點呢? 肯定就是衛冕冠軍德國比不過韓國 無法從小組賽出現 上街冠軍德國在F組小組賽莫輪對壘韓國 原本前景一片樂觀的德國卻0比2輸給韓國 以一勝二負的成績排在榜幕止步小組賽 創下21世紀以來最糟糕的紀錄 而守門員跑到草場中央 無人看守龍門 讓韓國輕而易舉射角進龍門的一幕 更是外界的一大笑話 值得一提的是 德國是繼法國 義大利和西班牙 第四個在21世紀世界盃被冠軍魔咒 課死的衛冕冠軍隊 相信球迷們都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因為這就是世界盃的第二亮點 內瑪爾翻滾 本年度世界盃奪冠熱門 巴西的主力球員內瑪爾也創出了一大紀錄 也就是被對手侵犯之後習慣性的在草地翻滾 由瑞士電視台就統計 內瑪爾在世界盃的四場比賽 一共躺在草場上長達13分50秒 而他的這個舉動成為了熱議話題 不過內瑪爾翻滾在網上也掀起了一股模仿熱潮 如果內瑪爾翻滾是今年足球界的一大經典化 那麼小威的摔拍動作肯定就是網球界的一大鬧劇了 美國名將小威廉姆斯和日本女將大阪直美 在今年美國網球公開賽上演爭冠戲碼 不過小威廉姆斯摔拍的螢幕成為了賽會的焦點 他還大罵裁判是大騙子 小威也因為這個無理的舉動被罰分罰款 甚至直接判輸掉一局 是大滿冠賽罕見的情形 早知道這樣又何必當初呢 小威摔拍 但是我國就有一個人暫時宣佈掛拍 沒錯說的就是一哥李仲偉了 他因為患上鼻咽癌而被迫暫時休戰 不過日本好手陶田仙斗則強勢重返賽場 直接登上世界第一 我國羽求一哥李仲偉今年9月正式患癌 休戰養病 但別擔心 他不是永久退役 而是暫時掛拍 完成治療的他 也已經宣佈最快在1月重返賽場 而他在休養的時候 也已經向世界羽連申請保護排名 確保排名不會因為休戰而大受影響 2016年因為涉嫌賭博 而慘遭競賽的日本名將陶田仙斗 自去年解禁復出重返賽場 今年的表現更是非常優異 打敗許多世界好手 連多幾個超級系列大賽冠軍 直接以積分超過10萬 登上世界第一的寶座 至於我國運動員在今年的表現 我們在這裡也整理出了 三大值得鼓勵的運動健兒 首先要提的肯定就是 18歲的羽球女將吳錦薇了 她今年的表現不俗 更在許多國際大賽 為我國入账多面金牌呢 我國羽球18歲女將吳錦薇 今年在國際賽場表現不俗 在青年奧運會和世界青年錦標賽 拿下女單冠軍 更入圍年度最有前途的運動員 說到大賽冠軍 當然要提一提我們的保齡球隊 他們在亞運會和世界錦標賽 滾出多面金牌 我國保齡球隊在本屆 亞運會為我國貢獻兩枚金牌 也就是在女子三人賽 和男子精英賽滾出金牌 亞運會金牌拉貝克 更在世界錦標賽 男子單人賽拿下世界冠軍 我國也在男子雙人賽 拿下世界級的金牌 談到驚喜的話 一定要提提我國的足球隊了 馬來亞虎今年在亞運會的小組賽 打敗亞洲強旅韩國 更在林木碑擊退衛冕冠軍泰國 晉級決賽 馬來亞虎今年的表現 頻頻讓球迷感到驚喜 除了在亞運會小組賽 2比1打敗亞洲強敵韩國 更在林木碑東南亞錦標賽的半決賽 踢走衛冕冠軍泰國和越南 一決高下 希望我國健兒 明年能夠再接再厲 繼續為我國揚名海外 NTV7 陳偉倫 整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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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